我這首新歌是來自Cerrini作曲 這首歌我已經很久之前收到 當時我自己覺得聽過Melody 就已經覺得它是一首很溫暖的歌 Cerrini也是一個 在我的世界我覺得她是一個媽媽 她會教育她一群粉絲去一些道理 很喜歡她的歌陪我度過了很多不開心的日子 聽完那首歌之後 個人的力量馬上多了很多 所以一直以來都很想做一首這麼有力量的歌 最後現在找到她寫 整件事就很巧合 我這個MV其實是很想帶給大家一些力量 希望就算生活的那麼不好也好 希望其實你不會覺得只有自己一個 即是同行的可能還會有很多人 少許還有我 我是MV裡面的角色 其實某程度上是有點天使的角色 提醒著裡面的主角 爸爸跟他玩那個帆船 其實就是想教識他一些道理 小時候小朋友不知道的話 就覺得這個帆船純粹是一隻船 但其實爸爸就是由小時候 已經教他一個成風破浪的道理 希望他長大之後 他去想回這件事的時候 原來爸爸曾經教過一些這麼有道理的事情 然後應用在長大了的主角身上 希望他不會因為一些生活上的不信而放棄 我的角色就是提醒著主角 其實爸爸小時候已經教識你這個道理 你已經知道了 你現在在你的生活上 你要拿出來用 你不要忘了爸爸教你的初衷 黑膠碟就是我有小到大的一個夢想 我覺得黑膠無論它的風套 然後它裡面的東西 我小時候已經覺得是一件 超值得珍藏的一件事 除了它可以用來聽之外 我的黑膠碟就會有兩個版本 封面都是由小黑去畫 一個封面有多少首歌呢 透過大家可能遲些買的時候 就可以慢慢研究了 每一個圖案也可能是代表著一些 一直以來隱藏在我MV裡面的線索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來的 對於我自己的人生來說 我覺得身為一個歌手 我一定要出一隻碟 去給無論粉絲或自己去珍藏這件事 也很難得 這個項目已經計劃了一整年了 去到終於今天 出到了! 正啊! 太開心了 謝謝! 謝謝! 謝謝!